首先我们先就André-Charles-Bourg 下面简称布勒的风格来做一个介绍 他是路易十四时期的家具制造商 包含流金跟雕塑他都非常的擅长 1642年布勒出生于法国巴黎的家具制造世家 他的祖父和父亲分别是公职于彭利四世和路易十三 在青年时期他最大的理想是作为一位画家 但是呢在父亲的希望之下继承了家业 刚满30岁的布勒凭借着他独特的戏幕相砍技术 展露头角 那当时财政大臣克尔贝在看过他的作品之后 将他推荐给法王路易十四 并将他誉为巴黎工艺最精湛的家具师 那他同时也顺利成为路易十四的御用工匠 凡尔赛工成为他大放异彩的舞台 国王、皇后、皇子、王妃的房间 都布置他所制作的家具精品 包含办公桌、珠宝柜、钟表、文件收纳盒、镜子等等 所有家具都是交由他一人设计 他具有良好的艺术品味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他的雕刻技术 特别是香砍工艺在同时代无人能敌 不仅装饰性强 他所设计制作的每一件家具都会按照物主的身份 兼具实用性和舒适性 甚至会设计一些特别独创的功能 他本身最具代表性的技术 就是利用黄铜或者是锡等贵金属将香砍物 香砍在他设计的图案上 而该项技术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布勒的作品在当时颇具时尚细袭 在18世纪和19世纪也受到广泛的模仿 这股风潮与需求增加衍生了利用布勒技术 在线17世纪家具的精确的制作物 并且因应当代设计的需求作为调整 香砍需要不同材料的制作小块 包含珍贵的木材 锡、黄铜、牛角、母背、龟壳等等 在家具制作上十分精美 布勒擅长于木材图案的相看 因此被称为利用家具作画的画家 但正是他的黄铜设计树立了他的声誉 并使其成为皇室和贵族的喜爱 在物件上的席制或黄铜前提被称为御用设计 而金属和黄铜的相牵体我们称为染花 为了获得更佳的效果 设计中利用母背、牛角、龟壳染色 作为特殊的材料来完工 在整个18世纪对布勒家具的需求一直存在 随着新古典主义的到来 路易斯市风格再度盛行 使得布勒家具更受欢迎 有时将原始的香坎版应用于现在家具的形式 自从他去世以来的几个世纪 他的名字和他家族的名字都用来作为 这项将龟壳、黄铜和黑潭香坎在屋墓上 制作家具或器具的特殊工艺的代名词 统称为Buller Walk 而巴黎的艺术和工艺以及应用学院 时至今日还以他贡献的长期艺术相坎 作为教材和典范 目前他存留下来四五十件家具 存于凡尔赛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华莱士博物馆等 最大的私人收藏则是英国皇室 乔治诗诗购入多件布勒家具摆放在白金汉宫和文莎古堡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期见 谢谢